最近整個西岸的山火散發出來的煙霧 影響著各地民眾的生活 今天士丹福大學就舉行了一個網上研討會 專家表示山火煙霧能夠穿透廢物被血液吸收 不論多少都會對人體有害 吳宇彬報道 士丹福大學的環境林牧研究院 就近期山火的煙霧對人體影響召開網上研討會 專家分享數據表示 當時山火的煙霧佔污逐空氣的比率逐年上升 20年前全國範圍計算只是佔5-10% 但近年已經飆升至25% 在西岸更加上升至50%以上 專家就指出 對於山火的煙霧 沒有一個對人體無害的最低吸入量 因為山火煙霧的微粒能夠穿透肺部被血液吸收 因此少量的煙霧也能夠造成影響 高危群組例如小孩子、孕婦和長者影響會更嚴重 小孩子暴露在山火煙霧中 3-5天就有機會造成烤喘 孕婦組產機率會上升 而長者、中風或心臟病發的機率就會增加4成 慈丹福大學專家對兩組受到山火煙霧的群組進行研究 一個是長期吸入少量山火煙霧的人 例如是消防員 一個是偶然突發吸入大量山火煙霧的人 目前的數據顯示 兩個群組人體的免疫系統反應相似 但就仍然需要繼續研究來確認 不過專家指暴露在山火煙霧中 5天的時間也足以對人體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專家就建議在山火煙霧籠罩的時候 儘量要留在家中密封門窗 如果因為工作必須外出 就儘量戴上標準N95口罩 不過專家強調 任何口罩都不能百分百阻擋山火飄散出來的PM2.5微粒 不少民眾近來搶購空氣清新機 過濾室內的空氣 專家就提醒 空氣清新機的空氣流通量Airflow非常重要 流通量越高 清潔空氣的效率就越高 民眾在使用空氣清新機的時候 儘量先從一個密閉的房間開始 如果空間不是密封 空氣清新效能就會大大降低 專家也建議購買的時候 要對比價錢和過濾材質 千萬不要貪便 買一台功效不大的空氣清新機 26台機者吳宇斌報導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三藩市灣區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 在於是 BTS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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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SF2